来来来来来 我们再看一下 听到最美的记忆 在与你所有的消息 盼望每天都看到你 雨天夜风和日丽 画画绿美的世界里 我只会 喜欢你 我们下一把要做的就是好好的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打得到底有什么问题 问题出现在哪 不管摄影是说总会有问题的 咱们找一找的问题在呢 对吧 严调严调 整个烟的 整个烟整个烟 然后咱们来个预言吧 不温柔的时间里 你是我的印记 我全开个盘来 我的好脾气 因为我爱你 愿我在六十岁的时候陪你看看夕阳 愿我在想 你最好想现在开不了盘了是不是 现在好像不让开盘 在冬天为你皮铁衣裳 愿我在一顶入戏 能留你在什么 大门 今天好好休息 我们带上自己最习惯的一个符文吧 就黑暗收割加欢欣之门一击 在咱们平常打匹配的时候 这个防御属性点个生命值就行 因为你不确定对面这个中野到底是什么属性 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选择一个生命值 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 愿你的未来永远热的阴光 愿我在六十岁的时候陪你看看夕阳 愿我在想起你嘴角微微上扬 愿我在北方的冬天为你皮铁衣裳 愿我在一平如心能留你在身旁 三个小丑 感谢哈哈152327送的办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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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兄弟们晚上好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35分 走进杰克堂堂的直播间 欢迎来到斗鱼4814609 欢迎 我每天都看到你 雨天夜风和日里 花花绿美的世界里 我只会想你 喜欢你 因为你在我看不上的地方 爱尽在柔强里的冬天永远不缺海洋 爱尽在柔强里的未来永远热烈 打爱尽 打爱尽其实可以选择一个灵光披风 为什么呢 爱尽这个英雄的话是我们比较好打的一个英雄 那我们缺的就是什么 对拼是不怕的 但是有可能就是他交闪现 咱坠不上 如果说他交闪的带灵光披风 咱更闪现的话是百分百能追得上的 对灵光披风的作用 再打一些没有你强势的打野 带灵光披风 再打一些 比你强势打野选择什么符文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 鞋子加清晰东西 或者鞋子加未来市场 也可以选择一个 欢迎下这么一体 就比较稳健 我们这一把对面选出两前排这个阵容 看一下对面中单选什么 对面应该是五楼中单 办了个拥 感谢为杰克在野区开堂送的两张办卡 谢谢 咱们看一下对面如果说中单选出一个什么加里奥啊 或者小月啊这种英雄 咱们可以选择争不者螳螂 看一下对面五楼的一个英雄 希望你能选一个前排 如果他选新的拉这种法师 那咱们咱们依然带黑暗树哥 看他选什么啊 好这边的话中单选出了一个 那应该是艾克尔中单了 兄弟们 那应该不是南枪中单 有可能南枪中单 有可能艾克尔中单 那这么一个阵容的话 这么一个阵容依然可以选择争护者 咱们依然选择争护者 带一个砍倒 带一个砍倒 恶意中伤加他越猎手 抖腿的这符文 然后咱们可以带一个 带摩抗吗 带生命值吧 带一个砍倒 好看一下这把啊 感谢杰克的大鼻子叔叔送的 一张半卡谢谢 那么这把对面是一个中单单墙 感谢便宜小螳螂送的五张半卡 谢谢老板啊 老板大气啊 谢谢老板的五张半卡 你跟小丑有故事吗 我和小丑没什么故事 我为什么一直搬小丑呢 是因为螳螂打小丑不好打 虽然这小丑的英雄比较冷门 但是我是真的不愿意打 平常打高分钻的时候 其实搬小丑不多 一般都是搬暴女或者死哥 但是平常打教学局的时候 我就会搬小丑 一方面是小丑比较恶心 再一方面是什么 咱们就尽量别搬死哥暴女这些英雄 你搬这些英雄的话 咱们兄弟们可能就 没有看到 就没有办法看到打死哥 或者这个暴女的这个教学了 为了教学呢 我们其实尽量选择空班 就是对面碰到什么打野 我们就打就行了 对吧 最好是选择空班 搬一个出场率不高的小丑 其实没毛病 像蜘蛛暴女死哥这些英雄 我们多打一打 让大家能学到东西 我们来一首我要找到你 我走到我 又来点鬼 我非常感谢 你就会找到你 我都给你 我来说 你这样再告诉你 我来说 你自己也是 到一方面 就会找到你 帮助网友 我再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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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队友能不能来 队友在包他 有机会吗 直接往上面走了 这个E技能 A一下Q一下 W一下接平雷 能再A一下不 先往回拉一下 给Q先拉出来 他这后边有护盾 先拉出来先拉出来 回头再反打 这个DW技能 接Q技能 再往回拉 慢慢撤 慢慢撤出来 拿枪在后边 先慢慢撤出来 很危险这一波 A一下Q一下 W一下 接平A 正不正满城 再A他一刀 再A一刀Q一下 再A他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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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接一刀 刀刀催人了 这波咱俩可以 直接控制小龙的 也不用去下路 咱俩直接控小龙 很快 小龙五分钟刷新 直接打了 进龙坑 进龙坑 在龙坑里 咱们抓紧时间 两个人打很快的 直接打 要快一点了 因为对面的话 复活时间很短 出门有加速 我俩得快点打 你先拔毛吧 兄男 能听明白不 先拔毛 先把毛拔了 所以 拔毛就已经能拉出来 快跑 这边咱们管不了了 只能拿他的命 换一条小龙了 很赚 这时候咱把他屏蔽一下 如果他死了的话 他可能会赖我 先把他屏蔽一下 没办法了 你就是祭品 这边必须拿 拿你的命去换这条小龙 不能拿我命 不能拿我命换 不是说杰克怕死 你杰克不怕死 主要是啥 咱认同太值钱了 拿我命换的话不合适 好走了 随麦的话很恼火 直接四个人来到野区 下落冰线都不要了 这个冰线对我们家EDC很有利 这一大冰线特别有利 咱们吃下野怪 回家是直接蓝场战士闹了 感谢想开火车的阿森送的卡丁车 感谢老板的卡丁车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想开火车的阿森 谢谢 谢谢老板 咱们可以绕一圈 抓下 有机会吗 谢谢老板 谢谢 开扫描抓下来 这边有蓝场被也发现了 不要解 对面第一栓没撤 有机会 这边可以打二 这一蓝场接Q智能 接平A A他一刀 接打W智能 再走一个接平A 接平A接Q智能 继续A他 他能不能再一刀 摆不出来了 能给个Q吗 Q一下可以 这Q智能伤害非常高 为什么这么高呢 因为我们征服着蓝场了 那么有一个疑问 咱们正常的话 带征服者需要出唐狼拳 唐狼拳的话 就要买一个提亚马特 为什么我这一波回家 没有买提亚马特呢 因为我们钱正好2275 能买战士刀就先买战士刀 就不需要先买提亚马特了 如果你买个提亚马特的话 你就会脱节奏 能买大件一定要先买大件 不要去买那些小件 当你钱不够大件的时候 再买小件 我们下一波回家 可以把提亚马特买出来 你带上征服者的话 没有提亚马特是不行的 在这个版本来说 12层的征服者很难跌 有了提亚马特 能让你征服者跌得更快一些 更简单一些 好 我们升个六级 感谢贝叶送的飞机 谢谢贝叶的飞机 这不上路有机会 来 咱们跟石头人一前一后包过来 就让这个人如果送塔的话 再有机会 如果他不送塔的话 往回走 跟我单天我能打得过 他跟石头人单天的话 他杀不死很多人 接平A接Q 接W接平A 然后咱们开始往前走 接平A接Q 接平A 然后咱们让石头人混个住风 先别动它 闯戒一下 让石头人混个住风 好 然后咱们接EQ 人再走了 这个达不技能 让你混住风 是让你拿人头的吗 真难受 把人头给我拿起来了 你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石头人 这人头你好意思拿 咱们进一下这个野区 把这先锋吃了 天师先锋回起 好 中路可以抓一下了 这边有蓝城 配合卡达丁的一技能减速 如果减速到这蓝强必死无疑 可以减速了 兄弟 接E蓝城 蓝城减速一下 接平A接Q 接打W就带走了 可以 看他这种走位很犀利 没有吃到这个大招 我们把先锋放出来 这边一起吃这边塔皮 如果艾克尔敢来守塔 咱们直接越塔杀 因为咱们现在伤害非常高 谁敢守塔 好 艾克尔果然是来守塔了 我们可以直接秒了他 艾克尔叫了个打W 先往费拉 别了解 先吃兵 Q他一下 342的一个斩杀剑 咱们找机会再磨他一手 先往费拉一下 WQ一下 别急 不行 在艾克尔的话 距离把控的也不错 没机会 咱们吃不也怪回家了 还有大招 你不能直接越塔 感谢五洞繁星送的凯黑卷 谢谢五洞繁星 有点卡 我们拿个小龙 拿完小龙再回家 现在3000块钱的话 正好拿一个小龙 可以买一个木刃加鞋 这么男枪来了 接Q只能接平A开 往回拉 接AWQ直接秒 有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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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个小龙 拿个小龙 一会咱们回家 退一下游戏 换个加速器 咱们先出来吧 先出来 先出来 再回去 可以打 Q一下 A一下 A一下 太卡了 接闪现Q 有征服着满城 接平A 先往回拉 就Q了一下 他就死了 不用管 就Q了一下 好 叫闪现 接E拉出来 接往回拉 接W技能 接Q只能 接平A 我太卡了 接平A 接Q只能 接平A 再一台一岛 先往回拉一下 这边卡 卷会计我死不了 我太卡了 兄弟们 我太卡了 我真是卡的不行啊 兄弟们 能看出来吗 兄弟们 我要退一下 我冲上一下 我开加速器 不是服务器的问题 就是我没开加速器 我是网通的网 打电信区就有点卡 被迫被迫杀人 真的没办法 我是网通的网 连通的网 打电信区就得开加速器 你们电信的网 打网通区也得开加速器 不一样 好 再买个装备 再来个提亚马特 来个木刃 来个鞋子 有了这装备出来无敌了 咱们现在这个装备拿出来的话 就随便秒人了 虽然说带的是征服者符文 但是 打的伤害 也可以秒人 爆发依然很高 好 咱们先Q一下红汉伤害 一个Q就能打到红身上 是969 就这伤害谁能顶得住 谁能挡我 谁也挡不住了 这边南枪在吃野怪 他在吃这个艾克的野怪 他是中弹南枪 咱们这边下路可以打架了 对面下路也会来 咱们这边可以一起杀 先杀EDC 接个打W1Q 先秒一个再一刀 接提亚马特 接平为接Q 然后先吃野怪 艾克尔来了不要紧 艾克尔在 先吃的野怪让他生气 接一提亚马特Q一下 马会拉 他很生气 我这一个Q 我差点秒的 我要有黑暗收割 我就给这个秒了 咱们吃的野怪 野怪没东西了 咱们去上路吧 跟着铁男搜罗一下 好 杀EDC 他应该是跑了 应该是跑了 往下面 往河道跑了 还算懂事 看到南枪的位置了 我们这边就直接深追就行了 他家艾克尔可能快有铁男 可能在后边 但是不要紧 我们这边深追 就假装很傻的样子 让他们队友来支援 再往回拉 不要紧 接EQ 接平A 场间灰胁 Q一下开二技能 接平A 接打二技能 收一个A刀 接Q技能 A一下Q一下 开二往回拉 接平A 接平A Q起亚马特 接平A 没事 灰胁无理的 A一下Q一下 打二技能 接平A 别着急 这边的话 假装让他杀我 反正Q一下 接平A拉出来 很舒服 还是有点卡 兄弟们 这把咱们就边卡边教学吧 算是给咱们加点难度 能看得出来吗 兄弟们 确实卡 这不是骗你们 这就是带征服者的作用 兄弟们 咱们带上征服者的话 这个灰蟹无敌的 生个打二技能 但是我说了 你们不要说 看了你爹 看了杰克这一把 说征服者 弹了这么猛啊 自己也玩 如果说对面阵容 不是很肉的话 你就不要选择这符文 这个符文 只适用于说征服者 就对面前排特别多 你比如说这把对面阵容 一个铁男加一个泰坦 然后中男再配一个男枪 这种阵容 你就可以选择征服者 其实这种阵容 选择征服者 都挺勉强的 最好中男男强 换成一个角月 或者加脸奥这种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们看情况 就选这个符文 别瞎带 别乱带 我们把前方放中路 直接先锋放中路 中推就可以了 但是咱们这边注意 自己的来量不是很多 清兵的时候 尽量先别放进的 一会来人的话 用这个留点蓝杀人用 但是对面全在下路 可以清兵一下 先把兵请 包一下 需要吗 需要咱就包一下 包一下包一下 来了 转角遇到爱 很吓人 救一下 这边男枪的话 可以一则死 咱们可以杀魄男枪 我这个蓝量应该是够用的 注意细节兄弟们 算一下那时间 差不多了 E 接承接减速 开2技能 A一下Q一下 打不住田马特 接平A 哎呦 这边螳螂全慢了点 先Q回血 接平A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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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别人可以回血兄弟们 因为咱们不是说用征服者这个符合回血 用的是差异力的回血 咱们刚才这套螳螂全慢了点 否则那男枪是一套螳螂全直接带走的 然后铁男来了 跟你solo 省界A一下Q一下 A一下 接平A接Q就打不了 你还想大我 你看好我的装备 你在大我好不好 Aker应该是在这个附近 我们转角遇到爱 边界一拉出来 这边蓝量不是很多 最好别被Q了 Q了的话控制住 怎么要死 我们打个小龙吧先 先把小龙收了 吃他一个蓝buff 这个蓝犹如雪中送炭 我得缺蓝 应该是没机会了 咱们先回家买个装备吧 4500块钱可以消费一下 我们回家买一个 买黑漆 买黑漆 就杀不了 你看这血量 厚的一匹 这个巨热腰带可以和什么呢 我们可以和板甲 或者是和一个 甚至可以和个冰锤都行 因为征服者 螳螂的话 伤害现在咱们已经够高了 稍微做一点坦度 别被秒了 他们有可能一套爆爬 直接给你秒掉的话 你征服者根本打出来也没用 就怕给你秒了 一定要有战装输出能力 要有血量 要能撑得住 撑住一套 完事你征服者打满 你40血就反杀他们 看咱们这个血量 这时候进野区屠杀了 好多人 A一下Q一下 接成接接平A 接Q只能接平A 提亚马特 接平A接Q只能 你看他们根本打不掉我血 然后咱们这波的话 看他们在杀拨一则 假装A塔对这一则没想法 实际上一打不减速 开2技能往前走 A提亚马特 Q只能接平A一套 螳螂拳带你走 翻手打不住闪减速 接Q只能 接承接减速 A一下Q一下 先往回来 假装不杀你 这人不回头 假装不杀你 他要是回头的话 反手EQ打不住 接平A带走了 但这人不回头 这人不回头 接E打不住 减速一下 W减速 往前跟Q啊 提亚马特Q只接平A 没事这么有征服者 接平A就行了 就E制A 接E打不住再减速 接个Q只能 再往回拉一下 别着急 这边让队友完全输出 咱们肉子一匹 我好肉 雷肉 E生没E了 他再回头咱杀他 接E打不许多减速 往回拉 TAR往前走 W减速一下 TAR只能先跑 接平A 接E先出来 接平A带队友一趟 我这没有蓝量了 我不想死这一把 来个打路 再减速一下 队友要是打不了我就撤了 我不想死 兄弟们 现在这有点怕死了 19-0 你死一次都难受啊 我们现在也去挥点血 要是能挥点蓝就好了 现在蓝量不太够 蓝量够我直接上去了 有没有机会 再有些会点蓝 蓝量挥得很快 蹲一会儿 这位置可以蹲一下 我现在蓝量的话 已经有280了 好 咱们上吧 280的蓝够用了 这边还有大招 先逼着E的E技能 接E提阿玛特 打不减速 接平A接Q 现在有一个往回跟 这边开2加速往前走 别着急还有一段 再开2加速往前走 接打不减速 接场接 接平A接Q技能 咱们嗑个药 雪上打满 这边是不是有人在偷塔 21-0 希望这把教学 大家能学到东西 咱们学到东西的兄弟们 学到东西的结家帮 可以扣波仪 咱们开一眼 希望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都是能 空手来拿着东西走 白嫖无所谓 我希望你们白嫖 但是你没掉 在直播间学到东西 哎一下 哎一下 嘖 不行啊 这超级别人 不是带练 我不是在暗示 我是真的真心希望 说大家这个白嫖 没关系 可以白嫖 但是吧 你们一定要在直播 这不要浪费时间 虽然说只是一个游戏 但是你也学到东西 对不对 也不枉费着 在我直播上看着一场直播 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想一想 一个人半个小时 10个人就是什么 那是300分钟啊 那100个人3000分钟啊 一万个人多少分钟 这一场游戏 简简单的30分钟 咱们把直播间 所有人加一块的话 一年的时间都干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咱们不要让这一年的时间浪费了 A一下开R技能 接E填马特 接W技能减速 开R往前走 A承接Q接平A 就A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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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一下W灰解 我去 真是秦王绕柱啊 真是秦王绕柱啊 这给我绕的 绕的 绕明白的 秦王绕柱走 直接枪先开到一口不住 咱们队友的话 四个人是选择平A 对 然后再容我多BB两句啊 兄弟们 咱们这个吧 特别是现在 很多大学生 咱们兄弟们可能有的都开学了 你们开学了以后呢 兜里面的钱也都不富裕 能白嫖的话 就白嫖吧 没关系 你姐不在意 你们只要说这每天能来到直播间 看上那么一场两场的 台位 看你姐打上一榜两榜的游戏 我挺高兴 心里头非常的感激 谢谢你们 然后你们就是有那半卡钱嘛 啥的啊 不需要送半卡的 你有那六块钱 你早餐你加一个牛奶 对不对 你加个牛 加他两盒牛奶 也比给